我打扮成这样去打螺丝应该是合适的 上一次发个视频说在东莞根本就不可能失业 很多工厂是常年招工 我就找到了一个 那个地方呢工作又不累 他说了我随时都可以去上班 然后呢我今天呢就收拾一下 准备过去打螺丝 然后特意找出来十几年前买的这个全棉的衣服 这个衣服它很结实很扛燥 而且呢它有好几个口袋 你看这个到时候装螺丝刀 这两个装什么剪刀 然后呢鞋子穿的平跟鞋 万一要采缝纫机什么的 也非常的方便 给大家看一下鞋子 哎呀金鸡独立 前几天不是发了视频吗 说我从那个厂区门口经过看见招工广告 我就进到打螺丝的车间里去看了一下 为此呢我一会儿还学到了一门技术呢 然后很多粉丝朋友就说了 你没有拍画面啊 你要拍画面了 让我们也大开一下眼界 看来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 以前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证过什么是采缝纫机打螺丝 因为上次呢我是第一次进去 我呢也不好意思拍是不是 你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都不懂人江湖规矩 你能瞎拍吗 今天呢我再去就是一回生二回熟了啊 今天的争取吧 我打螺丝的画面拍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那是一个香包厂 我也背了一个包 这个包啊咱们去香包厂哈 咱们也不能输 这包是我当年在香港买的 还是质量还是挺好的 有懂的朋友都懂啊 这个是正版的驴牌啊 当年不懂事 花钱买奢侈品 现在进去看一下这个香包啊 其实就是在我们东莞做的哦 然后呢要去采缝纫机呢 还要做一些准备 这是这是我准备的口罩 因为我觉得那个车间 它还是有一点味道 就是那种香包的材料 它还是有一点味道 然后就是空气中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些飞絮 我觉得做好劳动保护 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带了一个简易的杯子 上一次我观察到那个车间 它是有饮水机的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一次性的杯子 咱还是带一个吧 好了 现在我就出发去打螺丝了 我感觉我的心情又紧张又激动的 不知道那个主管说话算不算数哦 他上次跟我讲的是让我随时去哦 不知道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殊的优待呢 还是对每一个去施工的都说可以随时去呢 我总是觉得别人在优待我 我是不是有点有点太自作多情了 或者是我把这个世界想象的太美好了 呀今天太阳很大 戴上咱哭泣牌的太阳镜 出门挣钱啊 这花绒叶帽得保护好 防晒很重要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小区出来没多远 这都是一大片的工业园 然后这边还在建设中 这个工业园规模非常大 叫广东领域智能制造科技项目 这个厂区园区要是建起来了 到时候会容纳很多的就业人口的 对着周边的房产商业都是很好的一个带动哦 要买房啊就得买这种现在正在建设的 欣欣向荣的配套越来越多的这种地方 就是未来很有发展潜力 但现在呢它房价又很低 咱先低价潜伏在这里 是吧还能够来这里打一下螺丝 一边赚钱一边持有资产等它升值 多好呀 我要去打螺丝踩缝纫机的地方 就是前面这个白色的房子 看到没有 哇塞哇塞 内游恶犬 说是迟那是快 已经走到我要打螺丝的地方了 今天是我第一次正式来打螺丝 心情真的是无比的激动啊 大家看看这厂区是不是很漂亮 跟大家想象中打螺丝的地方 是不是不太一样 这还有个小碰泉 我好像太激动了 我已经到了采缝纫机的地方了 就从这个电梯上去 上次那个主管跟我说的是 下午上班时间是一点半到六点 现在是一点钟我就来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可以上班了吗 主管说还没到上班时间呢 哇你看这采缝纫机就是正规呀 不到时间人不准上班 他说好的是计价呀 那我就不能早点进去先干上吗 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但是咱还得守这里的制度呀 咱就等吧 等到一点半再上去吧 哦 哦还有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天方 哦还有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地方 好震撼 好多梦 好神采 那个小鸡也悠悠在看我 来上一下洗手间 哇 竟然有纸巾 还比较干净 五点半大家都下班了 看一下好多包呀 做不完根本做不完 好 谢谢 愉快的半天打螺丝生涯结束了 给自己点了一杯珍珠奶茶 庆祝一下 这珍珠什么脆的 不好吃 我喜欢吃糯米的 这个打螺丝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说好的 说车间工作要求特别严格呢 没感觉呀 首先就是干活的时候 自始至终也没有人来监督 也没有说中间不准上厕所呀 上厕所 喝水 那都随便的呀 而且他们说的是下午 一点半上班 六点钟下班 结果我看两点钟有些人才来上班 而五点半大家都纷纷开始贴通跑路啊 我呢 想着第一天上班吧 再加上我干的慢 我就想着稍微等一会儿多干两件 我走的时候五点四十多 人家办公室的门都给关上了 我还叫前台小姑娘帮我开门 看来呀 这打螺丝生活是相当的自由而惬意呀 还有一点让我想象不到的是 我第一天上班 他们英雄不问出处 也不问我名字 也不登记我电话号码 就给活让我干 干完了我也不知道这能拿多少钱 反正人家说了 这个计数的 到时候过几天 你说你不想干了 就是说你想提通跑路了 你告诉主管一声 主管就给你结账 这搞得我随时都想提通跑路啊 我就想知道 我这干了一下午 有没有懂行情的呀 就据说我要修完 一千五百个这种盒子的边 就这一千五百个 大概能给我多少钱啊 咱也没干过哈 像我这么优秀的 这进场 这一个月这不得 这一个月不得两三万啊 就这一千多个盒子 这干嘛 得是一笔多大的巨款啊 感觉挺有悬念的啊 就这是不是技巧呀 就不告诉我能给多少钱 让我第二天还来 明天还来 有经验的在评论区告诉一下我呀 我今天到底挣多少钱了 多大一笔巨款了 晚上准备出吃饭好的 再庆祝一下 还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采缝纫机这果好像挺有技术含量的 我就看了一下我就感觉挺难的 一时半会估计轮不上我 我应该是学不会 人家也不可能把这核心技术 核心商业秘密轻易传授给我 可能我就是在这一直见边了 第一天体验 还是挺好玩 不然就是觉得吧 一旦干活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啊 一点半到五点半感觉过得好慢啊 还是躺着舒服 我应该是学会的 我应该是学会的